紫蟹药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 都有紫蟹的功效 或者说都有舍藏紫蟹的功效 也可以单独的成为舍藏 那么它主治的症呢 是久蟹久利 久蟹久利 这个也是属于滑脱不禁的 也是属于虚症 那么这个久蟹久利呢 一个是脾虚 二一个是肾虚 前面其实也提到过 皮不伤不屑 肾不伤不久蟹 所以久蟹久利呢 除了脾气虚以外 那么更常见的是脾身两虚 那么这个 使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呢 分别可以配偶这个补气肩脾 或者补肾的药 那么我们前面学过一些 比如说什么补固脂 疑脂人 这一类 或者补气药当中的 这个白足 或者就是我们前面的 沥水圣诗药当中的 浮林 义仁 这些都一起使用的 如果有寒 还可以配偶温中散寒 的一些药物 那么这类的药的主治症 这个蟹蟹和利己 除了虚症以外 也常常能见到死症 那么死症呢 那就不能用这个止蟹的药物 尤其是利己 需要亲日解毒 亲日操失 所以过去 常常在一些 民床的专注当中 说的利物设法 就是利己呢 没有收水的方法 意思就是强调 这个利己初期 不能够误用 收水的方法 或者收水的药物 尤其是不能以 收水的药物为主 那么到了 这个日久不遇 正气亏虚 那么也是成为一种 滑脱不尽 所以也是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使用这个收炼 故事的药物 那并不是绝对的 那么在血气剩的时候 当然是肯定不能使用的 那么这 我们要下面学的药物呢 有的药物 在一些实证的卸力当中 也在使用 前人也用 因为那些药物呢 本身就有驱邪的效果 那么他对于那种实证呢 他不是收炼 但他收炼之性呢 同样存在 所以这一堆的药物呢 那么他最好是用于 这个滑脱不尽的泄力 或者说这个久泄久力 虽然是邪气未尽 但是它是以正虚为主的 也可以使用 那么那个纯粹的邪气剩 而正气不虚的 那么少数的药物 它虽然有一定的驱邪作用 但是它的收炼性 只是对于驱邪不利的 所以一般上很少用 只是有的时候 在服方当中呢 可能配五的情况下呢 这种使用也是有的 所以不能把它绝对的 看成是不能使用 关于这个收水药的第二节 这个名称的问题 大量的中药书籍 把这一类的药呢 一般称为炼肺舍肠药 或者称为炼肺止蟹药 就是同时呢 强调的是两个功效 那么这个理由呢 是根据这个 在脏象学说当中 肺与大肠相为表里 就认为这一类的药呢 能够上炼肺气 下水大肠 所以就强调这两方面的功效 其实这样呢 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因为在我们这一节 要收在的药当中 应该说每一味药 它都能够水肠止蟹 但是其中有的药物 还不止一味两味 它没有炼肺 就是说没有止肺频喘 这个功效 那么这个上炼肺气 下水大肠 并不是必然的一种联系 那么应该说 把这一类的药物 都认为具有止蟹的 这种收敛作用 那么绝大多数呢 兼有收敛性的 只可以频喘作用 把它作为一个 兼有功效这样子来对待呢 可能更妥当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这个教科书上呢 就只是把它称为止蟹药 没有称为炼肺止蟹药 或者炼肺舌肠药 因为相当多的止蟹药 并没有炼肺的作用 所以它并不是 必然的都有这种相关性 这是做一点说明